哈囉大家好我是董基安 這次我要教各位我所知道的一些小鼓的打擊動作 在節奏裡面小鼓其實就只是所謂高音的重拍 所以只要在那個區間裡面 我們只要做了一個比較高音的打擊的動作 讓它有一個重拍然後是比較偏高音的感覺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視為類似小鼓的概念 然後的節奏的感覺這個樣子 所以在這上面其實我們的做法可以有很多種 那我慢慢來介紹給各位 第一個我要教的小鼓動作其實大家都已經會了 就是打板的動作而已 OK然後只是你們會看到我們在普通的彈奏裡面 都會在二四拍做這樣子的動作 原因就是因為二四拍通常是小鼓打擊的節奏 所以我們很容易在歌曲當中感受到這邊 會有一個高音的重拍的節奏 那麼我們為了要模仿這個高音的重拍 我們就會在這邊去做一個撞擊的聲音 或者是去加強我們的力道 讓它有一個比較重的感覺 然後讓它出現一個比較高的撞擊的聲音 所以常見的方法 像是比如說我們用切音或者是用打板動作 這都很常見 然後讓它在二四拍出現 就會有一個這樣子的感覺 它雖然說不像小鼓 可是我們可以感受到它那個 二四拍清楚高音的重拍的節奏 所以我大概彈一下切音的彈法 以及打板的彈法給你們看 再感受一次 有沒有 二四拍就會有一個高音的重拍撞擊的感覺 然後雖然說不像小鼓啦 誰會說它像小鼓 可是你就會感受到它會有一個重拍在二四拍的樣子 那我們用切音的方式再試一次 有沒有 甚至我是用右手做切音 有沒有 切音的動作也都會在二四拍 然後為了就是要讓你去感受到那個 高音的撞擊的節奏感 這個樣子 接著下一個小鼓的位置 比較沒有那麼常見到 可是你在Mike Dawes的歌曲裡面 還算是可以蠻常看到的一個動作 然後它是長這個樣子 往下刷的時候 我們的食指指甲直接撞擊我們音孔的下緣 讓它製造出一個撞擊的聲音 記得不要用大拇指 因為大拇指往下撞的話 會是用肉這一面 那撞下去是沒有聲音的 OK 所以一定要用指甲 那上撞怎麼辦 我們就可以用大拇指 往上撞 然後指甲朝上撞音孔的上緣 OK 也是行得通的 所以你可以在刷咒的同時 然後加一個這個動作 很簡單就幫你的手 往音孔的下緣往下撞 它就會有一個撞擊的聲音在刷 在刷咒的最尾端 所以就可以長這個樣子 那當然你們可以加上大盒 然後Maybe它會長這個樣子的節奏 所以它就是可以在一個很正常的刷咒的動作下面 然後讓你自由的去加上大鼓小鼓的一個動作 OK 這是一個還蠻簡便 然後還蠻好用的一個方式 雖然說它也沒有那麼像到鼓的聲音 可是我覺得它已經算是蠻好用的一個東西了 那用得好的話其實它也是可以很好聽的 接著下一個還算是蠻常見的 可是其實我自己個人比較我愛用 我自己目前比較喜歡的是就是 我可以同時做鼓的聲音 可是我又很貪心 我希望就是彈奏還是可以顧到 除非我很確定我這邊不彈 那我就手可以隨便伸到任何一個地方 所以如果我還需要顧到彈奏的話 我的手可能就盡量的要待在弦的附近 OK 可是現在要教的這一個是 可能手會拿到遠一點的地方 那它的動作其實很簡單 之前也講過了 我們只要用我們的指尖下去做敲打的動作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做出一個高音的節奏 所以你可以打在任何的地方 OK 比較常見的是會打在這邊 這是比較常見的 然後可能大鼓就會撞在這邊 這個動作比較麻煩的是 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顧到太多的彈奏 我們彈奏的東西可能就要 適量的做減少 所以讓我彈一個簡單的給你們看 所以它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我手會就是這樣子一直游移 因為我如果想要彈的話 我手一定要回來 所以基本上我這個簡單的示範 我就是第一拍我會刷一下 然後後面其他我就是把節奏帶出來 大概會長這樣 1 1 2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